1.胃痛 感染幽门罗干菌的人经常胃痛 这可导致胃溃疡 这有胃和12指肠粘膜被消化引起的 2.消化不良 感染幽门罗干菌会影响消化和食欲 如果你吃了一点食物后就觉得饱了 并且经常感到负胀 大便不成型或排不干净 这意味着你的胃里有幽门罗干菌 3.泛酸 幽门罗干菌可引起胃酸过多 最直接的反应是泛酸和胃灼热烧心 这在许多胃病患者中很常见 但不可低估 胃癌也可能有这种表现 4.容易挨饿 患有幽门罗干菌的人已经吃了很多 但他们总是感觉很饿 这也可能是由幽门罗干菌引起的 如果你去医院检查 假装现机能抗进和糖尿病 你应该考虑幽门罗干菌感染了 不要忽视感染幽门罗干菌的三大危害 1.胃炎 患者感染幽门罗干菌后 幽门罗干菌能破坏胃粘膜的自我保护机制 而幽门罗干菌能突破胃酸 蛋白酶 不溶性和可溶性粘液层的保护作用 破坏胃粘膜而引起胃炎 2.胃和12指肠溃疡 现代人不规律的生活和饮食 导致幽门罗干菌感染率明显增加 大大增加了12指肠溃疡和胃溃疡的风险 在幽门罗干菌患者中 大约有六分之一的幽门罗干菌感染者 可能患有消化性溃疡和其他疾病 3.胃癌 世界癌症组织已经明确指出 幽门罗干菌的感染是胃癌的一种致癌物 由于幽门罗干菌的感染 胃癌的风险增加了2.7至12倍 胃不好的人坚持吃一物 胃越来越好 口臭也没影了 提醒 丁香是幽门罗干菌的天生克星 丁香之所以可以去除口臭 因其特有的丁香油和丁香酚 能有效地抑制幽门罗干菌的活性 从而达到抑制和杀死幽门罗干菌的效果 《千金一方》中记载了一个 暖胃养胃食疗方 可缓解口臭 消化不良 胃痛 胃胀 及神经衰弱等症状 食疗杀菌主要就是利用 具有杀菌养胃功效的食物来进行 改变胃环境 让胃变得不再适合幽门罗干菌生长 胃中的幽门罗干菌也就自生自灭 准备丁香 火麻仁 大麦 山楂 茯苓 佛首 大枣 橘皮 莱斧子 高粱浆等食味食材 科学配物制成茶包 开水冲泡 常喝 增强胃动力 缓解肠胃不适 对胃有很好的养护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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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